大家好 我是陈寗 今天呢 就来跟大家聊这一台 贵得有点离谱的后级扩大机 这一台呢 是 Boomaster 的目前的立体声旗舰 那这里我一定要跟大家强调 立体声旗舰 为什么呢 因为 Boomaster 呢 他推出了一台 应该说一对 两台的单声道旗舰后级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他 这一台的价格 259 万 很多人看到他的时候 跟我说陈寗这259 万 这已经可以买一台车了 如果去中南部 这可以买一个小套房了 然后买一台扩大机是疯了吗 那这时候呢 我就要提醒你 Boomaster 他的旗舰的后级 真正意义上的旗舰后级 就是这个 159 他的价格是 1300 万 一对后级1300 万 所以我才说 这个呢 有时候你要说他是旗舰 或者是他很贵 所以我就会提醒你 还有一个更贵的 但是呢 今天我们不是要比贵 而是呢 我要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这一台经典的旗舰后级 为什么一直强调他经典呢 因为 他的历史 比我们现在所熟知的 台面上的那些旗舰后级 都还要更老 什么 Accuphase 的 A75 A75 那只是大概五年前的机器 我们不说 A75 就单纯谈 Accuphase 的 A 系列这个后级 那也是 2000 年左右的时候推出的 Pars 的 X350.8 那也是差不多快 2000 年的时候才推出的 而这一台 Boo Master 的后级 他的型号叫做 909 那从 Boo Master 的这个命名规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其实他是 1990 年推出的 也就是说呢 其实他跟 西敏寺 就是 Tannoy 的西敏寺 其实是同一代人的 其实已经有点久了 那这一台呢 现在是叫做 Mark 5 Mark 5 也就是说他已经出到第五代了 Boo Master 呢 只要觉得这个型号够经典 他就会一直重复地更新 然后更新出出出 那目前呢 出了五代 但是呢 其实他只出了四代而已 也就是 Mark 1 第一代 909 Mark 2 Mark 3 然后 Mark 4 直接跳过 变成 Mark 5 据说是因为认为台湾人不喜欢四号 所以呢 直接跳过 Mark 4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台呢 就是 Mark 5 了 那 这个 Boo Master 呢 我们可以其实来靠近看一下 这一台呢 我们从上面往下看 拥有所有 Boo Master 的重要元素 包括这个 CNC 的面板 你可以看到他 Boo Master 的这个 Logo 是 CNC 车出来的 从今天的角度来说 这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呢 从 1990 年来说 这个玩意就象征着什么 象征着钱 没有钱做不出这个玩意 而再来旁边 我们从这边看 这个非常大的散热片 这也是 Boo Master 的一个非常重要标志性的设计 他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说 这个散热片真的有意义吗 真的需要做那么大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当你大音量播放的时候 这个地方摸起来 是会热的 即便这个已经 我们刚刚为了拍影片把他拿下来嘛 开已经关机大概有15 分钟了 他现在整台都还是温温热热的 所以呢 其实这个散热片呢 除了他的造型之外 其实他的功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散热片呢 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品牌 就是 Passlab 刚好他也在这边 其实呢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正要准备去台中 就是我们的玩卡日 那这里呢 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把散热片做出来的品牌 就是 Passlab 那 Passlab 呢 他就是另一个极端 他把散热片做出来 可是他的这个边完全没有修边 所以其实超利的 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一条 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这一条线是怎么来的 就是之前 8 月的时候这个 Pass 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在沙龙举行的大PK 记吗 然后要比较这个 Pass 然后我在拍影片的时候割到这一条 这一条拔痕流到现在 你就知道 Pass 为什么 我对他又爱又恨 因为每次弄 Pass 我都很担心我会受伤 那这个 Pass 的扩大机呢 其实我们看到一些 Pass 非常有个性的地方 就是他的散热片 你可以看到这散热片 这个外形 看起来就像什么呢 看起来就像是工业仪器用的散热片 他甚至连修边都没有修得很好 那边有一台 Accuphase 的 A70 你看 人家修得多漂亮 对不对 上面还有给你上漆 摸起来非常的圆润 要抱的时候呢 抓起来 手也一点都不会刮 可是我现在手呢 我现在这种感觉 已经压出硬质了 就只是把手压在这个 Pass 的扩大机上 我已经压出硬质来了 可是呢 Bumester 不会 Bumester 的所有的这个修边 都是做得非常圆弧 就跟那个 Accuphase 一样 所以其实他的整台机器的做工呢 都是做得非常好 那有一个东西 也是很多人问的 就是这个亮片的这个 这个呢 镀铬的这一块呢 是 Bumester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 Bumester 的机器一定有这一块 而且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亮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跟我说 陈寗 这玩意一定会氧化 不要相信陈寗说什么 Bumester 很厉害 Bumester 那个壳一定会氧化 但是呢 这台机器 这台 Bumester 已经十年了 之前呢 在我们这边或在我自己房间 因为我也买了一套小的 Bumester 放在房间里 那些 Bumester 呢 动辄十几二十年 坦白说 我还真没有看过氧化的 Bumester 我有看过氧化导致那个金色面板 不再金的 MBL 或者金色面板变成银色 或者是严重氧化的 Jardis 但是 我还真没有看过氧化的 Bumester 除了刮伤 只要他没刮伤 基本上我看到任何一个世代 Bumester 都是这个颜色 而你要知道 Bumester 他的创立年 1977 年 跟 Accuphase 差不多了 所以 Accuphase 跟 Bumester 为什么我都说他很厉害 就是因为他们家的机器都可以数十年度一致 有的时候呢 你如果看到那种 就是那种 Accuphase 那种四十年的机器 像比如说 我很常搬搭配的 C200X P300X 哇 那个有的 只要是从我这边出货的 基本上品相都好得像全新的一样 那 Bumester 也是一样 好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讲完这个 Bumester 的故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后面 来我们来看他的后面 其实他虽然很重 但其实很好转 你可以看到他有这个把手 可以方便你搬运 那 我也觉得说 欸 这种机器为什么会需要方便人家搬运呢 后来我最近 上个月吧 差不多上个月的时候 一位香港的 Brother 给我一个非常让我惊呆的资讯 就是他跟我说 他买了一对 好像是 802 D4 吧 因为买他的之后 我们有讨论了一下 他后来买到 803 和 802 D4 然后呢 我说 那如果人家来帮你装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结果他就很惊奇说 这喇叭会附安装的吗 可是他就送来我家 放着人就走了啊 我才知道 原来呢 在台湾 你买音响会去你家帮你 比如说像 801 D4 你买的会去你家帮你把他拿出来 帮你救定位 那个是台湾佛心服务 原来在香港啊 他没有这个服务了 很多人买了这样大的音响 买回家自己抬出来的 即便你买到 B&W 800 系列 他说 就放在我家门口 我要自己拖进来 把他拿出来 然后他说 这个在香港是常态 如果香港的朋友 你也真的是这样子 麻烦留言跟我说一下 或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反正你看了我影片 然后你不住在台湾 麻烦跟我说一下 你们那边的常态是什麽 我真的太好奇了 买这麽大的喇叭 居然不包含帮你拿出来 真有这种事情啊 那也难怪他要附这个八手 我让你可以拿出来了 但重点不是在八手 重点是我们要看他喇叭端子 来 这个开关 这个就纯粹电源开关 但你可以看到 他用的是20A的插头 那因为呢 这一台机器的瓦数比较大 所以他电流的这个部分 用大一点的插头 但我必须说 以今天的角度来说呢 用20A的这种插头 并不算什麽 因为包德用的插头呢 是那个Cooper 他有一个 那种 算是大型机具 就是那个怪手那种大型机具 在用的插头 所以这个千七百怪 没有绝对好坏 主要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喇叭端子 你看喔 他是一台立体声的后级 有没有 这边是右声道 这边是左声道 可是呢 会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就是 你会发现很多 买这台909 的人 他家裡都买了两台 那你说 他买两台是用来推把AMP 吗 就是一台推高音 一台推低吗 答案不是 其实呢 BOOMASTER 他 最推荐你用的用法 是 Bridge 就是乔接音模式 在 BOOMASTER 他的这个配件清单裡面 有一条线叫做 Bridge 转接线 什麽叫Bridge 转接线呢 就是 他是一个 双头的XLR 头 然后呢 买了之后呢 一个插左边 一个插右边 然后呢 你一个声道讯号过来 经过那一个 转接头之后呢 会同时输入左边跟右边 那这样子他就会变成用 一边去推正弦坡的声音 另外一边呢 去推负的声音 那他两个的声音呢 同时用一边各自的模组去做放大 他就可以达到乔接的效果 让这个功率可以乘以8倍 那这个时候呢 喇叭就一个接在红色这边 一个接在蓝色这边 这样输出 就可以乔接输出 那你的这个扩大机的功率呢 就可以提升8倍 提升很多 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我们不是说乔接声音会变差吗 为什么要用乔接呢 其实这是一个 你很不知道的事情就是 其实很多欧美的音响 欧美的扩大机 都是这种设计 可是他们不叫做乔接 他们叫做全平衡放大 如果你玩耳机的话 你就会很熟悉 什么叫全平衡放大 就是呢 同时用两个模组 去驱动 他的正的声音跟负的声音 也就是XR 的正跟负 同时用两个模组去驱动 这样子呢 就可以达到功率倍增的效果 那谁这样做呢 比如说像 MBL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实 MBL 的后级 什么 9011 那些机器 9008 那些其实也通通都是立体声 如果你看他机器后面 其实他都是左右声道的 可是呢 不小心打嗝了 可是呢 当你在接的时候呢 其实他都必须用左右两个声道 去驱动那个喇叭 也就是所谓的平衡输出 这个呢 就是为什么很多欧美的机器 他明明写纯 A 类 结果呢 他却写 1000 瓦 你会觉得很唬烂啊 A 类 1000 瓦 那得有多烫啊 怎么可能一台扩大机 A 类 1000 瓦 然后是这样正常 后来看了你就会知道 原来他是用所谓的全平衡输出 实际上呢 他的功率是 125 瓦 那他用平衡输出的时候呢 也就是这个桥接模式啊 我这样讲桥接模式 那些厂商又要跟我纠正了 但总而言之呢 就是用一个模组推 正一个模组去推付 用这个模式去推的时候 他的功率就会乘以 8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种 就是那种单声道的后级啊 他的功率 你会看得很吓死人 A 类 纯 A 类 1000 瓦 纯 A 类 1500 瓦 其实是有他的原因的 但我要提醒呢 我不是说这样不好 因为呢 其实这些扩大机呢 他很多时候 那为什么敢卖那么贵 其实就一个原因 他可以用这种 大功率 大推力 而且你认为不好听的方式 却做出非常好听的声音 那因为这个理由 他就可以卖这么贵 不然你说真的啦 这台Bomest 你就算真的全部德国手工制造 他值得 259 万吗 那如果这样子就 259 万 那一台 Benz 那么大一台也是德国手工制造 为什么他也是 259 万呢 其实这种音响呢 大部分他的钱都花在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呢 他生产量不大 所以呢 他要生产出这么多完美的阳极处理的铝合金壳 他首先会去报废很多 所以 他的一个壳的成本 可能会是别人的好几倍 因为他要报废很多壳 才有一个完美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他裡面的零件 通常他会需要配对 那他要配对 尤其是要这么顶尖的机器的时候呢 他左右升到 他都要做到非常精准配对 那这个时候他就绝对不会是 我今天做一台 那我就买两颗 不是 通常是做一台买100 颗 然后呢 从100 颗裡面去挑出两颗配对好的 比如说电阻或电容 然后把他装进去 所以他里面全部的零件都这么搞 那他的库存量就要非常大 所以你可能为了生产出一台这样子的机器 他里面的零件呢 都得备100 个 才能够生产出一台这样的机器 所以你买他的价格 有很大一部分 是在买他背后的那些库存 就是挑掉的那些东西 那这种东西就很像什么呢 我用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熟成牛排 为什么熟成牛排特别贵 因为熟成牛排他 熟成之后他外面的肉会坏掉 所以他必须把外面坏掉的肉都切掉 剩下里面那个好的 味道熟成浓缩的那个牛 然后再煎给你吃 也就是说 你看到的你买到的熟成牛排只有这样 可是 为了做这一块这样的熟成牛排给你 他实际上切掉了这样 所以他为什么这个这么贵 因为实际上你买的是这一块肉 还有这一块肉放了40 天的电费 顾他的成本 所以 有很多东西 尤其是走到这种比较极端的 就是你的这种享受的时候 你不能单纯用他的成本去看 不然呢 一个爱马仕的宝宝 一个卖十几万凭什么 当然他的品牌的附加价值在 但是呢 他的成本比别人高 这也是不真的事实 所以呢 Boomaxer 有很大部分是这个原因 但是还有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 他的声音 你仿不出来 今天给你全部的零件 我全部都告诉你 因为他很简单嘛 你把这机器打开 你就知道他有没有用什么零件了 但是 你把这些零件全部兜在一起 不好意思 你就做不出这样的声音 这识别上呢 有很多仿的机器 仿的Accuphase 仿的FM 仿的MBL 但是呢 还有仿的Go-mount 都是很贵的机器 因为很贵的机器才有仿的价值 不然你买正货就好了 那很贵的机器仿了 但是声音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 就是这些know-how 你没有办法去做出一模一样的音响 所以贵就贵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一台Bomaster 909 我们刚知道他的操作模式是这个样子了 那 我们现在就来聊聊他的声音是什么样子 其实呢 这台909 之所以那么大台呢 在当时推出的时候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他的推力非常大 其实即便到今天 你要找到一对909 推不好的喇叭 其实还是有点难 当然你可以说 我就用两台909 去做桥接 甚至桥接 就再把AMP 用四台909 去推一对喇叭 那可以更完美 可是 我们单就单一台Bomaster 909 去推任何一对喇叭的时候 其实呢 都可以有非常好的表现 为什么 因为他天生推力就大 他瓦数也大 因为他AB-lay 然后他的这个 推力也很大 再来第三个 他即便是AB-lay 又做了这么大的推力 但他的音色细节都非常的好 所以呢 其实Bomaster 他推大多数的喇叭呢 他会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呢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他推不了喇叭 反正他一接上去 那声音就是很开阔 声音的音场很宽 那力道呢 也非常强烈 那再来第二个 就是他推大多数的喇叭 都会给你同样的感想 就是 哇 这声音好亮 好华丽 金灿灿的声音 然后整个音场是把你包围起来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的高频表现非常好的关系 但是 他的低频好像少了点 这个呢 其实也是来自两件 第一个是他扩大机设计 他低频天生听起来比较少 第二个就是 人耳的一个限制 但是 当人耳听到高频特别多的时候 通常意味着 同时 对低频的感受也会比较少一点 那你说 有没有高频很多 低频也很多的 也是有 但是 就不是BOOMASTER 这样子的音响 会带给你的效果 但是呢 BOOMASTER 他所带来的 其实我在很多支影片都提过 就是他让人非常印象深刻 非常华丽金灿灿的中高频表现 所以呢 他的声音 我会说 当你会怀疑说 BOOMASTER 这台后级敢卖这个价格 259 万 到底值不值得的时候 我会问你两件事 第一个 你用的喇叭是不是很难推 如果你用的喇叭很难推 比如说像我背后这一个 Tannoy 的西敏斯 那么 这个 909 对你来说会非常的棒 为什么 因为他一台就可以搞定西敏斯 你过去可能弄了很多扩大机 你都搞 摆不平西敏斯 你西敏斯的中高频 他的解析 他的音场 他的力道 怎么推就是推不出来 一台就搞定 当然你会觉得 这台都比西敏斯还过来 你买全新的西敏斯才 200 万 这台 259 万 可是 有的时候喇叭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判断 就好像 ATC SCM7 他一对才 4 万块 可是呢 推他的扩大机 有的时候我们都用 Accuphase 的 1280 那一台也 17 万 那 他纯粹是因为喇叭卖得便宜 不代表他不值得用好的扩大机去推他 纯粹是喇叭便宜而已 所以 你今天说 我今天就是爱西敏斯 我喜欢他的声音 我喜欢他的外形 我想要在家裡放一堆西敏斯 那麽 909 就会是直接解决你那个疑难杂症 然后我 因为他一台就搞定你的声音表现 那再来第二个 就是 你要的 就是 这种非常金灿灿的这种中高频 我后来呢 因为沙龙的西敏斯 配这909 配了好一段时间 所以很多 brother and sister 听了之后 忽然间他会觉得说 这就是我要的声音耶 因为他家裡可能用的是 Tannoy 用的比较老 Tannoy 可是他一直觉得不够的部分就是那个高频 我说可是他的中频不够喔 然后他说 没关係 我听古典 我就是要那个中高频 那其实 Boommaster 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其实呢 纵观我到目前所遇过的 brother and sister 呢 他们只要是喜欢中高频表现 而且经济情况允许的话 不意外地都买了 Boommaster 有可能是 Boommaster 配其他的喇叭 也可能是 Boommaster 大全套 配 Boommaster 自己的喇叭 但是呢 Boommaster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一个不争的事实 就是他的中高频 非常的华丽 非常的漂亮 这也是大家会选 Boommaster 的原因 至于你说 陈寗我是低音控 我要听福战亚智 我要听十川小百 我要非常饱满的中低频 那 Q-Face 会是你最好的选择 如果你说 陈寗我要听 ACG 我要听那个 Aime 听那个 Lisa 或听那个 USB 那这个时候呢 就有两个选择 你要他的中高频 非常华丽的那种非常漂亮的表现 Boommaster 要非常厚实 非常饱满的中低频 你想要听一整天的 ACG 都不累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选择 那你说陈寗 那 Pass Lab 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我们下次再聊 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这个 Boommaster 909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你还是觉得他太贵 赶快留言跟我讲讲 我今天已经跟你讲了 为什么我觉得他不贵 单纯说我买不起 那你觉得有其他看法 欢迎跟留言跟我聊 那如果说呢 你想要搭配这个 但不知道怎么搭 在这里有 QR Code 直接呢 传讯息给我 告诉我你的预算 你对音乐的偏好 你的空间的长相跟大小 我来帮你搭一套 适合你的音响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